印度夏天即將到來 但熱浪已經持續好幾個月 在5月首都德里和林津的拉甲斯坦省的氣溫 都曾標迫50度 從3月至5月 印度全國有將近25000起疑似中暑案例 而印度在過去兩個月舉行大選 包括警察、工作人員、選民在內 也有至少33人疑似中暑送醫後不治 6月號也有至少45人死於酷熱相關的疾病 全國因為高溫天氣而死亡的人數已經超過200人 而要防範高溫的還有動物們 印度當地鳥類獸醫表示極端氣溫 讓鳥類中暑的死亡率增加 提醒四組要為鳥兒流一碗水防範中暑 當地的大象招呼中心也為大象裝置水物噴灑器 以免高溫再奪走更多性命 华宇新聞陳彦華綜合報導 請訂閱、按讚、分享 华宇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要開啟小鈴鐺 只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